原来是因为肖战连续发了两个搞怪的视频,又是一次用自己五官半丑的特效,估计粉丝在下方的评论他都有看,虽然我们不可否认肖战的颜值逆天,盛世美颜,但是也不带这么玩的呀,虽然大家也没想到肖战会连续发两个视频两次更新,而且一次比一次更具有冲击性,所以粉丝就纷纷评论, 这次真的又丑出了新高度,甚至还纷纷脑洞大开的,披了各种各样的表情包,肖战再一次成为了大家的欢乐源泉,其实在粉丝眼里丑也不是真的丑,只不过说,这个特效无法让人接受,觉得太搞怪了而已,但是放在肖战身上,却暴露了他憨憨的本质,毕竟他就是这样一个有着逗笔性格和有趣灵魂的人,哥哥你再多发一点自拍吧,无论怎么样我们都爱,特别帅就奖励两次, 所以肖战的两个大嘴丑特效,就是在云年舞台后奖励自己的,因为这个造型在粉丝派看来,真的是太帅了,原来肖战和小飞侠之间,还有这样的约定,帅一次就要半丑一次,这就是肖战与小飞侠之间,一直都存在着双向的箭头,双向的奔赴,偶像与粉丝之间,确实应该保有距离,在有的时候,他们之间的这种彼此守护一同成长, 才是最让人喜欢,也是最吸引大家的地方,而作为一个公众人物,作为一个有着非常大的影响力的明星,肖战也总是用自己的自身行动,用他的爱,用他的温暖去造福着每一位粉丝的心,引领着他们一起变得更好。 自己在成长的过程中,也同时希望粉丝与他一起成长,在肖战的眼中,粉丝是与他处于同等位置的一群个体,我们喜欢一个人就要从他身上去汲取正能量的一面,汲取光和爱,肖战成猛牛品牌代言人,线上排唱足,粉丝,有一种手速叫秒空。